这么卖力的宣传 但本指着奥运猛赚一笔的商家发现 奥运来了 生意怎么还变差了 根据欧洲旅游组织的统计数字 奥运期间 伦敦外国游客缩水一半 平常门停弱势的商场酒店和剧院 现在门可罗雀 连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塔 都不得不使劲宣传 现在排队时间更短 开放时间更长 之前伦敦发布了太多交通拥挤警示 结果别人干脆不来了 吃算了吧